在出国读书的时候呢 我也去给别人兼职 从事过奢侈品牌的化妆品销售 从一个从来不化妆 也不对化妆没有理解的人 用两个月时间做到了消灌 现在的我在美国创业 从事摄影师和广告导演的工作 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开的餐厅帮帮忙 根据以往的经历和经验 今天我想在这寻求一份跟管理类 海外拓展类或者市场营销类相关的工作 也希望多听听各位老师对我的意见和建议 曾经的我胆大无畏 现在的我踏实落地 希望今天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赏识 并且在我以后的职场中越走越稳 谢谢大家 虎威老师好 我特别地崇拜你 我该崇拜你才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您特别地悶 Hellie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你跟Claue战争有什么关系 那应该是我上辈子的前世吧 那这颜值变得也太大了 这个真不是我吃成这样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外号 爱好是华龙舟 大家知道华挺的人 他们身材都非常的好 我说你怎么虎背熊腰呢 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认可 这应该是外国男孩子会喜欢的身材 就是稍微壮一点 powerful一点 所以你在国外没找到男朋友吗 是的 是吧 其实他的长相还比较洋化 你发现没有 谢谢 三十了 对 那为什么还想回国找工作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谢谢 第一个是因为我家庭的原因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 我姥姥不在了 我才知道家人和健康 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这么多年干了很多事 我一样都没有后悔过 唯一后悔的就是 我外婆去世的时候 我并没有在她身边 这是我唯一后悔 所以我想多点时间 也有机会能够 多陪陪我国内的家人 人都有深入骨髓的情感 谢谢大家 姥姥 我是艾伦 对不起你走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知道 没有能够在你身边 握着你的手 实现我当初的诺言 让你看到我穿上 灰纱的样子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求学 每一次离开 你都要亲自送我 我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 说 罗儿啊 你去哪儿 我说姥姥 我出去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你等我 姥姥叹了口气说 姥姥不知道 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了 出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钱多少无所谓 平安幸福 姥姥就开心了 我听完这句话 真的没往心上走 再次返回美国 两个月以后 我的姥姥就去世了 这件事情我一直不知道 直到我前一段时间回国 妈妈才告诉我事实 因为我第二天就着急着 去看姥姥 带姥姥去洗澡 但我得知姥姥已经去世了 更坚定了 我想多回家陪陪家人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 就是现在这份工作 是想彻底回国是吧 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结婚了 然后我老公 你结婚了 对 你们是现在生活在国外 还是国内 就是我公公婆婆都在美国 对 那你岂不是要两地分居 因为我做摄影师 我基本的状态也就是 到处跑到处飞 而且他我们家自己开餐厅 也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见面 就基本上 他回来了 我要么就在外面 还没回来出差 要么就是他回来 我已经睡着了 你那么忙 你跟你老公没什么时间见面 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 有时间见面的 陈总 这个您也很忙呀 那你来这的话 你老公是留在美国吗 对 那还不说明有点问题吗 你想干嘛 能不能讲一下 你们少年夫妻 不但不要孩子 在美国那么好的生育条件下 对吧 还要回来分别创业 我问过他 我说我每天在家里面 带孩子呀 什么全职太太 他接受吗 他说我也接受 但是他更倾向于一个女性 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有自己的朋友圈 交际圈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比较赞同的一个观点 那他也没说离他十万八千里啊 这个我可以来回飞吗 那你是 咱能补闹吗 一般这样不都离吗 可能我常年生活在美国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有这么的严重 我在波士顿 波士顿冬天有六个月 它的时限很长 所以我基本上六个月 我都在拍产品 然后这六个月 我基本上属于是 要么一个星期有三单两单 要么这个星期没有单 然后我不喜欢这样一个就是状态 我希望我自己再忙一点 那你听起来好像是被迫的 因为那边的生意不好 到中国来找工作 我觉得还真不是 我觉得你现在是回国又来留学了 到企业里学习实战 然后再回国创业 或者是逃避婚姻 就俩理由 因为你这个逻辑确实讲不下去 就是你跟老公分别 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到底为什么呢 确实有点不理解 我希望为企业开辟海外的市场 这是我的 也是一个诉求 就是回国来 我必须从零开始 这个是我 我也会做好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是很难找的 因为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并不是在美国都有机构的 我们在美国有分公司 你做摄影 我好多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摄影师 在欧洲 在美国做摄影师 他们收入很可观的 因为就是因为那边人力成本很高 收入非常高 为什么你的工作室 就做不下去了呢 我想澄清一点 我并不是没有做不下去了 我是因为我现在自己的成长速度太慢了 而我现在结婚了 我妈妈就是家里边一直催催我生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的职业 就是我想在网上拔一拔 我想要有一个老师带着我 从一个老板身边多学一些东西 他拼命地奔跑 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说他打了很多零工 给传过业 但是方向到底在哪 他其实到今天还没有找到 他一直在探索 说开一点 你是第一次和老公分开 对 对吧 对 你的打算是可以来回飞 对 很少的工作 只有那一家在美国是有机构的 那么 纯本土的中国的工作 你干不干 那个我估计不会 不干 要求薪辞多少 一万五 组织管理和市场营销 原来给你相关的摄影方面的 干吗 这个也可以 就是也会做的 你据你所了解和准备的资料 哪家企业符合你今天应聘的标准 我不知道在座企业有多少是对海外的 但是我认为首先刘文君 刘总这边是适合我 因为是专业匹配 然后剩下的金山云 郭总这边 因为我知道您也在国外 硅谷包括你们经常有各种工作 我们在北美有分公司 对的 但是我们不是做营销的 如果在一般在这个国外有分支机构 都是做业务的 好 我已经问得很清楚了 第一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四感觉 天送我也 谢谢 中文集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个人也就是挑战了两天之内完成一个广告的拍摄 然后是在美国ESPN电视台播出的 单从作品角度来说拍的还是不错的 单说照片它是合格的 是一个优秀的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设计 能得到一对前辈的认可和肯定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也是我做了这么久我想要拿到的一个认可和肯定 现在我会觉得你的求职动机有一点问题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因为可能我们的年纪还算相仿 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生活 太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人 所以你比较喜欢去探索更多的世界 同时你对婚姻是不是也没有真的很做好准备 我其实很好奇想问大家 为什么一个女性在外面就业 并且到其他的国家就是来回这种串场 你们就认为对婚姻不负责了呢 因为他们太世俗了 不是不是 我完全支持你自己对于事业的独立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求职动机我觉得有问题 我觉得你是希望能够逃避一种生活状态 然后选择一个平台去寻找得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的机会 他希望他能把自由跟事业跟爱情全都兼顾在一起 所以他来到这个舞台上想碰大运 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会觉得他有这样的动机 我觉得这样是不纯粹的 而且对于在场的人也不负责 因为你在满足的不是我自己想要为事业为之奋斗的心 而是我那颗想要四处漂泊不想安定的心 假如说工作18个月之后 突然间发现呢 你工作这关刚刚上轨道 公司刚刚认可 不过婚姻开始出现问题 你会怎么做选择 这个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吧 那如果解决不了呢 我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三十岁了 刚刚你叹口气了 对吧 女星 你是有计划要宝宝吗 现在是没有这个计划 如果有的话 你计划成什么年龄段 还是说完全不想 大概三十五岁左右 她现在最对抗的就是这件事了 她就是不想生宝宝 人家逃婚 她是逃宝宝来的 我觉得其实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孩 我觉得房秦宝有看懂 就说你会觉得没有事业 而就做一个家庭祖父 不是你要的人生 其实你是希望事业再往上走一段 而她呢 我觉得其实不是没显出组织能力 一个只是在美国上了这个硕士 她能在美国去创业 我先不管她是否成功 接了这么多活 还能上ESP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谢谢 谢谢力总 婚姻的这种形式 或许她希望的这种形式 对她就是最合适的 你的家庭生活条件到底怎么样 我父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公务员 母亲呢 母亲是一个会计师 那她家里呢 她家里也是属于父母第一代移民 然后非常辛苦 在后厨 很累很累了 我们我有时候要去后厨帮厨 她家人有没有要求你生孩子 她的弟弟刚刚添了一个宝宝 怎么这个时候你又哭了呢 因为我也想要有家里尽个力 我想把自己的家庭的状 经济状况 您所指的这个家是谁的家 双方的家 双方的家 对 家里需要你们这份尽力吗 我认为需要 你不觉得双方家里更需要你添丁吗 我觉得我的事业心还是挺重的 我想要自有自己独立的 每天去跟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去处理不同的事情 这么我老公看我不同的眼光的 这么一个眼光 我不想让她看我每天在家里面 没有担的手 我很难受 包括我腿受伤了 在家里休养六个月 我出不去 我主着拐杖 我也要去拍摄 我很喜欢这样子 我并没有说我要工作 我就不要家庭 我挣钱也是为了家 其实她是在找自我的价值 因为她在美国那种生活条件 可能未必跟我们想的一样 公公婆婆在后厨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 她作为那个媳妇一家人来讲 她想去缓解这个压力 现在理解你了 现在理解你了 你是不想因为婚姻牺牲自己的事业 想再给自己几年时间 对 海伦我一开始特别担心 就是你会很快生孩子 对 因为你不在中国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美国有分公司 有实验室 而且我们在美国有市场推广的需求 以及跟美国的各种媒体 这个接触的需求 都非常适合你的专业 谢谢 对有些人而言 结婚就是人生不易 找个队友同舟共计 但是呢 有些男人呢 一方面希望老婆在家里 但一方面又希望老婆能挣钱 能够支撑自己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 但是你要是这个经济压力 挣钱的能力超过了这男人 这男人又不舒服 但在国外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现在就很为难 一方面你传统 一方面你的家庭又挺西化 一方面你想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能力 但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不想这么快生孩子 为婚姻所困住 现在就是你最困扰的这么一个矛盾 没错 但你想起初通过一份 你所希望的能够常住海外的工作 来解决这种矛盾 你会发现 其实越来越乱 不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最要做出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 你到底要哪一种生活方式 你到底寻求哪一种价值观 所以这就是他们担心的东西 你要么就找一份国内的工作好好干 或者在国内创业 但是婚姻可能就会渐行渐远 要么你就找一份常住海外的工作 干脆或者说去美国 跟自己的先生在一起 那样的话 你就会牺牲个人价值 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那接下来剩下的这些四盏灯当中 到底有哪些企业 还愿意在你的这个问题上 添砖加瓦 或者是还愿意给你一份工作岗位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来第二轮选择 虚货磊 还有一盏灯 我给你一份工作岗位